這件事情大家 我們說黃國昌會不會覺得很難洗 怎麼會機靈地變成停車場 之前會不會變成很難洗的感覺 說頂樓還有家蓋 本來說四樓變五樓 房子還會變大變胖 恐怕涉及違建 那現在說七月十六號還是要上街 居住正義雖然不辦了 但會不會是一種假面的正義嗎 黃國昌會不會很難洗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他不難洗 但是很假仙是衣服 真的很假仙 他的事情 其實都這兩天陸續都有新的進展 這個上禮拜的進度 上個週末進度 為什麼要特別講上個週末進度 因為以黃國昌的這個反應速度 如果這不是事實的話 早就出來咆哮 早就出來告人 上禮拜張景豪說 你這房子有違建 變胖又變高 大家注意看旁邊這一塊 凸出來這一塊 這已經蓋到擋住他鄰居的天際線 這個已經超過你的自己的建築 建築基本線 這是違法的 新北市政府也說這是違建 但是因為他屬於在舊違建 照新北市我規定好像是在九十八年以前的舊違建 基本上這個也不是重大公共場所 所以基本上大概就不會猜了 他們學術上名字叫分區分歧 但基本上就不會猜了 好 沒有關係 但黃國昌你不是一般人 我現在強調是 我是用你的標準 你檢驗別人的標準在檢驗你 如果這個違建 如果他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的 你覺得黃國昌會怎麼樣 快 黃國昌會怎麼樣 對 你覺得他會怎麼樣 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你騙人 但是他到現在沒反應 停車場我就不講了 停車場講太多了 可是很抱歉 新的消息 張景豪又找出來的 他這個停車場的位置所在地 是在 大家都知道他叫保護區 為什麼叫保護區 保護區就是因為附近周邊的地址 比較敏感 可能容易攤方 容易淹水 而事實上張景豪也很認真 把他找出來 發現真的 二零零一年納利風災 汐止人應該都記得 我當時有一個聯合報的同事 他的這個納利風災 他的一台車就淹掉了半台 這納利 那這就是黃國昌的停車場 當時水是淹成這個樣子 好 二零零一年 再來看 到二零一二 黃國昌二零一六年當立委 對不對 二零一六年當立委的時候呢 這納利風災的淹水 然後再來看這個 這是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山崩處 緊鄰黃國昌停車場的後方 來 這裡是崩塌的地方 這裡是黃國昌的停車場 就在他後方 而且更誇張的是你知道嗎 這一次當時行政院長林全 有現場去會看 然後黃國昌還跑出來 他還罵人 他說水塗寶石很重要 結果你的停車場 別忘了喔 那時候已經有水泥撲面了 二零一八年是重新再撲一次喔 因為從Google空照圖 二零零九年就有水泥撲面了喔 好 再來看 這是黃國昌的停車場 這是他家 這是二零一六年崩塌的地方 這是二零一七年崩塌的地方 這個地方離他的停車場 大概只有二十五公尺 然後呢 這是他另外一塊基林地 白雲段的三號 這塊基林地的確 他緊鄰一個停車場 但這也是保護區 但是呢 他裡面也有一部分的水泥撲面 所以這是新的違規 新的違規 但是我要請問黃國昌 這裡崩塌 林泉院長去看的時候 你跑出來說 水塗寶石很重要 但是你不知道 你家停車場有水泥 那不夠零 就二十五公尺 然後你不知道你家 你的基林地上 有當停車場使用 這二零一六年崩塌 所以為什麼我講說 講一真假先 道理在這裡 為什麼你老是用超級嚴格 聖人的標準去要求別人 那如果OK 你自己做得到 我給你鼓鼓掌 你就是個聖人 可是當事情講到你的時候 你看從上禮拜到現在 已經過了三四天了 黃國昌 有沒有在針對這個題目 在講 沒有 沒有 他現在吃到柯文哲 他現在 他今天臉書在發什麼 他在批評 因為民進黨最近這兩天那個租金補貼陸續已經進到帳戶了 他說這個租金補貼意思就是說這個治標不治本 治本的 因為為什麼租金會貴 為什麼房價貴 是因為土地取得價格貴 他說政府那區段徵收把土地價格炒高 反正又再轉移交 你吃到柯文哲會脆弱對不對 黃國昌請你正面回答 你家的違建你要不要自己改善 還有你的停車場 要不要恢復成保護區的原貌 就是水泥鋪面要去掉 你上面還不能只有黃土 你要種植栽 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七六我是建議你 躲在家裡 我要是你的話 我根本沒臉出門 所以如果說 這個土石流出來的話 那停車場不是變成大淹水 不是對大家來講都很困擾嗎 請教他正好 所以你看 鄭麗文就說了 土地王還喊 虛逐正義 繞人上街 這是豈有此理嗎 對嘛 這件事情 國民黨早就該跟牌了嘛 對不對 你們國民黨連黃國昌都不敢打 誰敢打黃國昌 我要搞清楚 第一件事情 國民黨我是一路歷歷在目 國民黨會走十年衰運 使過者是黃國昌 沒錯吧 你是算塔羅牌嗎 不是啊 2014年太陽花是黃國昌搞那一招 國民黨一路往下滑 走十年衰運 民進黨走十年大運 你這樣子來搞 結果黃國昌事情 竟然是我在打 然後那個民進黨的議員在打 國民黨完全都不打 這當時我就覺得奇怪 這件事情 鄭麗文腦袋清醒罵 在友台 特別來贏的台 可以大罵黃國昌罵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黃國昌你要搞清楚 你這個東西 因為你過去藍綠都罵 而且藍綠罵的時候 道德標準拉很高 調子拉很高 隨便拿一張照片就說了 你怎麼不認識這個當事人 你有合照 對不對 然後發這個CN案 就說蔡英文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然後潘莫安屏東養雞場的案子 就說潘莫安你怎麼不知道 就自己家裡一百八十公尺以外的 違建停車場 你不知道 然後自己頭上的違建五樓 你不知道 鬧這種事 對不對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國民黨跟牌 完全是對的 第二件事情黃國昌了不起了 完全當沒發生過耶 裝死耶 真的裝死耶 這是黃國昌嗎 這是我認識的黃國昌嗎 黃國昌不是那個動不動就咆哮 動不動就告人 動不動就開記者會噴塌 動不動就開直播那個黃國昌 沒有耶 假裝沒有發生耶 我特別上去看一下黃國昌的臉書 黃國昌的臉書現在開始講什麼 講外譯間耶 哇塞 然後外譯間開始罵 請問人在歐洲的法務部長 蔡清祥你還要混嗎 還在躺賽嗎 外譯間要罵到法務部部長 你家的停車場 你頭上的違建 就不能罵你黃國昌 你黃國昌真的了不起啦 這雙標可以雙標成這樣子 說得通嗎 對不對 這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我真的很好奇黃國昌 你716有什麼臉上街頭嗎